区分成几个部分 第一个呢 我先把那个档案先给 从那个我们的云端上面 把它下载下来 记得这边把它档案 记得下载成一个TST档 那第二步的话呢 请各位就是 再把这个档案呢 直接拖拉 我前面讲过了 你可以把这个TST 这个Member这个档 找到之后的话 把它拖拉过来 放在SRC的下方 那不过在拖拉前之前 我是建议各位 可以先观察一下 那我是建议你用那个 按右键 开启档案用记事本 那为什么要记事本 因为你可以把它档案 寝存新档 有时候会需要观察一个地方 就是它的编码的 这个编码方式 如果你今天呢 假设用微软的话 它预设是A-N-S-I 其实就是我们一般 所说的那个BigFi 台湾的繁体中 BigFi 它现在还不是全部东西 Unical 但是如果是Google的话 它下载东西是UTF8 所以如果它预设 像微软它预设 Windows里面 预设是用BigFi 如果你用BigFi开 你就会发现 它有那个编码方式的问题 它会发现 没把对应到对应的 那个编码 就会产生错误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是从那个Google上 下载的话是UTF8 那如果我今天假如要开启它的话 特别注意 如果我只是用什么呢 我先把它先背掉好了 OK 如果我用刚刚讲的F等于Open 然后Open什么呢 Open那个档案的名称 特别就把它放过来 用R模式 然后并且怎么样 把它用Realize Realize加S 特别注意 把它全部都读到一个串列的话 你会发现执行 但光第一号应该就错掉了 它会出现说 你这个地方 Unicode的DecodeL OK 它等于是编码的时候 它出现错误 什么样的错误呢 它侦测到 你里面是CP9 其实CP9就是BigFi 如果你看到CP950 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因为 你的来源可能是非微软的 可能是Google的 可能是也许PFP JSP Java 等等的其他的 非微软的 这个程式所产生的档案 大部分其实都是这样 我发现 大部分原因好像都出来微软 因为微软它 但我们又用Windows 所以你在Windows 开档就出错 那最简单的方法 我现在一律都全部转成UTF8就好了 反正呢 不管是微软的或什么 反正用UTF8对应 那这样的话就不会有充码问题 大部分会有问题 都是出在微软所产生的档案 OK 那怎么办呢 记得 在开档的时候 记得就是说 在这个Open的后面 你可能要多加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的话 就跟他讲说 我的这个encoding 我的编码方式 请记得 我就是encoding的部分的话 记得就是再加一个 就是跟他讲说 我的编码方式的话 encoding 等于后面记得 加一个UTF8 跟他讲说 我用UTF 1-8 减8的方式 帮我呢 去开启 所以后面可能要加一下 那如果说它是微软所产生的档案 像Excel的档案 把它另存的 其实基本上都不用 只有像从Google 或者从其他地方所产生的档案 那我们就必须要加一个encoding 接下来的话呢 可以开之后的话 那我用REALIZE 可以把它开起来 那前面其实有讲过 其实在F物件里面 大概会有 比较重要的有三种方法 不外物就REALI 刚刚也有讲过 不过REALIZE 只能读第一行 那其他行怎么办 你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你可以用READ READ的话是把它全部读进来 不过读进来的话 会是一个字串 可是我们今天会有个问题 因为我要的只有前十个会员 所以如果我把它全部读到一个字串 再来处理 可能比较不方便 干脆用REALIZE 我把它怎么样 REALIZE之后的话 把它print出来 print什么呢 把这个ListE 帮我print出来看看 会不会OK 所以第一个把它print一下 好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它就正确的被输出了 但是呢 我现在把它用REALIZE 它会帮我把这个东西放在 我前面用一个ListE去接 那你会发现 它就是帮我把一行 放在一个ListE 第一笔的话就零 零 一 二 三 一十类推 可是呢 我们今天会有个问题 我如果今天只想要什么 只想要前面 或者前面的十个人 有范围性 第二个 如果我只要前 就是两列的话 那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 我不要全部 那怎么办呢 你可以什么 跑一个for回圈 特别说 for回圈 你如果有范围的话 你刚才讲说 for I ingrate 因为我是有个范围的 所以你不能用for each的方式 那你跟他讲说 我要从第零个 到第几个呢 第零 那我第零个是这个栏文名称 后面还要十个会员 所以第零一到第十一个嘛 那index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到第十嘛 因为它零开始 这个是零 到第十个会员的话 刚好就是第十个 零一二三一到十嘛 在这边的话 我输入十一 然后后面加一个冒号 跟他讲说 我的范围 就是这个范围 那我把它怎么 print出来 那print的话呢 特别注意 我就针对里面的东西 去把它print出来 那里面的话 刚刚这个串列 那如果说我要第几个的话 那我就跟他讲说 我这一个 那中瓜虎 跟他讲说 第i个 那他会先取得第零嘛 就把这个抓出来 然后下一个的话 就抓这一个 这样的话理论上 应该就通了 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我们第一个先抓什么 前十个 有没有 对这个 这个是 算是零 然后就是索引直 然后一直到第十个 这样OK 不过理论上 输出之后的话 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因为我后面会有一个 换行符号 那你必须把它拿掉 那如果要把它拿掉的话 我们前面有讲过了 要不就是print本身 end等于空的 要不就是怎么样 不过我觉得那个方法 不太OK 应该是把这个拿掉 你不是把print拿掉 那如果你要把这个拿掉的话 可能要稍微记一下 有一个 一个那个自串的一个 很重要的方法 叫做strip 这跟java一样 strip它 意思说 如果你的头尾 有这个东西的话 帮我把它拿掉 strip掉 把它去掉的意思 那如果你要把它去掉的话 很简单 针对这个东西 所以他基本上就是把 这一串 先帮你把它 放到这边来 所以第0个 那我要把这个拿掉的话 其实呢 你只要在这个后面 加一个strip 点 后面记得 它有一个strip的方法 就这个strip OK 刮胡之后的话 跟他讲说 帮我把前后如果有这个东西 帮我拿掉 换行帮我把它拿掉 OK 把它执行一下 这样的话呢 基本上输出 这个先拿掉 这个我把printed 这个串列 OK 好 目前看到的 就是前十个会员 但是还没结束 后面还有两个部分要完整 第二个部分就是说 我如果希望后面呢 只取得什么 第二栏 姓名跟手机 其他不要凸件的话 怎么办 只要留姓名跟手机 这个时候的话 你可能要思考一下 因为呢 他这一笔里面 中间都是加豆点 那你可以怎么样 像刚刚一样 把它切开 切开之后的话 取得 切开之后的话 我刚讲strip 过来的就是一个串列 那串列里面的第一个就零嘛 那我要取一嘛 跟第四个嘛 零一二三四 所以你就切完之后 只取一跟四 这样就OK了 OK 那 后面的话 我们还在讲说 那如果说我希望 希望把 十个会员加 两个栏位的最后结果 帮我存成csv的话 csv其实比较共通用嘛 ecell OK 或者其他程式 你给人家 人家直接打开都OK 没问题 那怎么办 所以待会有两个重点 就是如何取两个栏位 最后帮我再存成csv OK 请各位先试一下 画面切一下 这一题其实特别重要 这要很活用 因为如果你不懂这些方法的话 未来你要在做后续的资料分析 那一定就是一个大问题 你要做报表 那就是 不过在ecell里 当然你会很方便 因为滑鼠键盘 点一点 313就OK了 但很抱歉 在pithon里面 如果你不懂的 这个串列的使用方法 你就没有办法 因为它 我是觉得 它真的就有点像是 看不到的ecell 基本上ecell能做的事情 其实pithon都能 全部都能做 而且做的更棒更好更快 但问题有个问题 就是它看不到 那怎么办 你所有东西都要用程式的方式 诸行歌把它写出来 那当然 未来当然更多好处就是 ecell你要用滑鼠键盘不断做 但这不用 你写完一次就永久有效 一劳永逸 好 OK 所以这个方法 当然你觉得是比较好的 只是说你可能要付出一点代价 你要学会 怎么样用比较抽象的这种语言 就迅速让它知道你要做什么 而且你要很精确的取得你要的资料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第一个 如何做开档 然后把这个 读取到的东西先放来串列 第二个的话呢 再把这个串列里面的东西再把它输出只要前十个会员 包含蓝位名称 那里面会有个问题 就是它尾巴有一个换行 所以你要用strip 所以这个strip很重要 strip其实主要就是头尾有什么东西你要去掉 记得是头尾它只能头跟尾 但如果你在中间的话 你就不能用strip 如果你是用 如果你是在中间的话 你可能要寄另外一个方法叫replace 其实replace也有点像我们一般取代 其实就取代 把什么东西取代 那你如果不要它的话 取代后面你就可以加两个双以后 就是把它去掉的意思 这些都还蛮重要 因为常常遇到就是像网路上爬一些资料 如果你不会这些方法 那你可能就会出问题了 哪怕是一个小问题 就足够让你一直卡住 所以这是蛮多细节的 请各位先试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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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